因為我不喜歡吵架 所以每次在吵的時候 我就是不講話 可是不吵又不好啊 我不清楚你怎麼了 你就不講 這就是重點了 我不喜歡衝突 因為可能我從來沒有去學習 怎麼去面對那種吵架衝突 所以你就乾脆就不講話 夏先生納悶很久 他想說為什麼我都不跟他說 要有擔當的責任 很重要 夏先生婚姻幾年了 十年有了 十年了 這也很久啊 十年了 愛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這麼巧 我結婚十二年 多兩年的感受就不一樣了 愛是很久忍耐對不對 愛是忍耐很久啊 有時候忍到想死就不一樣了 你不用忍耐嗎 我跟陳哥想的真的 就是結婚的時間這麼久 想的是一樣 其實想的差不多的 就是他剛剛講的一點 就是那個缺點 你說的忍耐很久 是互相對不對 一定的 只有一邊在忍一另外一邊是沒有用的 那絕對走不了的 走不下去 一直在忍你怎麼說的 一定是互相 有些要吞忍讓步的地方 一定有的 其實是忍這字是不對啦 應該還是建立在溝通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包容 溝通我想的 嘉謙講的 他以前 因為他老公是外國人 一吵架又要講 因為又要講 思維又不一樣 對 而且觀念很多邏輯是不一樣的 他覺得他以前雙子座 他會選擇逃避 但是現在你會選擇面對對不對 對 以前逃避是因為不知道怎麼去面對 因為我不喜歡吵架 所以每次在吵的時候 我就是不講話 可是不吵又不好 我不清楚你怎麼了 你就不講 這就是重點了 對啊 這就是重點 可是因為我不喜歡衝突 因為可能我從來沒有去學習 怎麼去面對那種吵架衝突 我不知道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有些人他是 對因為沒有學過 所以你就乾脆就不講話 然後去避免這個爭執 你以為就是不講話 可以避免那個爭執 可是事實上問題都在 不了解還是不了解 所以夏先生納悶很久 他想說為什麼我都不跟他說 可是知道有時候 就是會跟他講這個 他說你之前怎麼沒講 我說因為可能 那時候我怕你生氣 或是我怕我們會有爭吵 他說其實就是要溝通才會 那因為這樣子這麼久下來 我也開始學會說 如果他有什麼反應 我不開心或是覺得應該要講 我就講出來 當他也在生氣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想 我後來就發現 原來其實這樣才就是一個 比較有好的溝通 就是他就知道我在想什麼 然後我也知道他在 原來他對我這件事 他是不開心的 反而是 對 是我要學習比較多 在這婚姻裡面 陳真 你吵架厲害嗎 這什麼話 等一下 這就是年紀大人會說的話 吵架厲害嗎 吵架厲害是什麼意思 第一 吵架是要有原因的對不對 那你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吵架的時候要把這件事解決 吵架吵到最後只是講 你聲音很大了 你變小氣了 那沒有用 你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吵架是要吵出一個 一朵花來 一朵花來 而且吵架 吵完了以後 怎麼從台階走下來 吵完了以後 還有點甜咪咪的味道 所以你會吵架嗎 吵架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任何在走路家庭的人 大概許多事情都要學 吵架是其中一個 沒錯 因為吵架其實是叫做大聲的溝通 對不對 可是他要很 怎麼懂得給彼此留情面 不要去踏那個 我們有底線 這我在做節目時有在分享 什麼是底線 什麼是地雷 既然是底線 那就已經到底了 那地雷就不要碰就沒事了 這很重要 這是關 這是學問 而且不要翻舊賬 這很討厭 很多人很討厭翻這個 對 因為今天這碼事就這碼事 你講的圓潤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圓潤 做人叫你 那不叫圓潤 家裡是談感情的 不是講道理的 對 很多事情要講道理 等風平浪靜 氣消了以後再說 我覺得你其實可以早一點回來 嗯 而不是在那個當下 當下 平什麼 誰賺錢 我這麼累我都回來 為什麼你不回來 這一類的 這樣的話就覺得 你賺給了不起啊 我在那個時候講話就難聽了 對 不要吵 吵沒有用 對啊 但還是要說清楚 我喜歡床尾河 床尾河好 我好喜歡喔 還不錯喔 你晚上要去睡床尾 對 你又吵架了 又吵架了 你跟夏先生說 我們吵架以後要睡床尾 他說 唉 你們中國人很麻煩 不會 塞克林說 你真麻煩啊 那這樣子我們什麼時候能睡床頭呢 每天早 每天在床尾